前总统丹水平宜在起地平台华文 说有一定的文化 才有一定的国家 其他文化总统 像卫兆台卫 但是外界习惯了 我更关心 他怎么能让人得识 认错 道歉 还钱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总统要割舍 我们予以尊重 但是这个最基本的立场 是维护我们司法 特色阿别总统这个议题 基本上已经讨论很久了 那我觉得时间也够了 尤其这是总统的知权 我们尊重小英总统 我们希望借着这样的特色 能够让社会更多的和解 更多的共荣 但最近总共感谢了日出 金街丁十大备案 关西地固那当 听说总统没了 已经挥动 特色作业 经济配偷措施 已经比破型的四大案 特色包括 就贪买地案 日出金街贪买丁丁丁 那是因为破壁天 是没有四大案 没在特色的范围 总统依照认法 给他的这款 又经济社民法 给他免得记性 那是没人多 出的案件 没人做 免除前总统的行责 其实是希望降低国家的 这样的一个对立 那各国也都是有这样的纷争 就是说不论是韩国 或者是美国 所以总统而言 他在宪法上面的高度 当然是思考是国家 更长远的 是不是以后要降低 这样的纷争 对于被特色者 有没有认罪 不是法律上的要件 特色是总统 依照宪法跟赦免法 行使的特色的权利 要实物见解 是认为说 那个还没确定的部分 他就不在那一个特色的范围 所以还没确定的部分 他还是要去进行法院的 一个后续的诉讼 特色的范围里面 他可以只免除掉 被赦免者的个人的行则而已 不会说 因为对他做进行特色 而变成说所谓的钱要还给他 其实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接下来这点已经到处了 就单刷英文出手 美西新闻众多多 关键提令出人 MOD的遥控器 在主宣的范围里面 来加进民事新闻台 为您来尽快吸食 尽快正确的新闻市场